今天很早就来了公园 平时的话我从家里去上班的地方 也会比较早在路上会练练我课堂上的作业 或者说是audition准备的东西 但一般的话我是在路上走到其他的地方 比较安静的地方一边走一边练 但今天我想在公园里面比较环境比较好 然后也录一下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上课还有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情况和感受 那我为什么今天那么积极的在练这个课堂上的词呢 课堂上的作业这场Sing呢 是因为昨天我受到的一些刺激 是来自同学的一个推动和刺激吧 它就是因为这个Sing我们已经开始的有两个月了 然后但其中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被耽误了 一个是暑期有两个星期放假学校里面 然后我去拍戏拍了一个星期 回来又耽误了一个星期有个callback 我没有去上一堂课 所以就是在这个Sing开始之后 还没有熟的情况下之后 接着一个月的时间我就都停顿 没有去再去看了 因为我在拍戏在忙拍戏的东西 然后回来又店里的事情 最近不是在调整我的店的一个 一个一个要搬嘛 就好多事情 所以的话这个词真的是不熟 所以昨天去之前在路上练了练 但是还是在进行的时候就卡住了 然后我那个对手的同学就很不高兴 在跟老师就老师问他 你这张刚才演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他直接就没说感受 他就说 他说我们都已经上课上了两个月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因为词的问题卡在这里 他没有说 他当然是有说我 但没有说就是指着我去责备我的意思 他说的就是一个事实 在以前的话 我可能会感受到 哇 他妈的说我呢 首先就有个叛逆反抗 哦 你说我呢 那你呢 你也没有找我来排练 是不是 就是你只顾你自己 你也不找个时间来跟我排练 是不是 但我这次完全就不一样 我就觉得哎是确实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也不生气了 然后我就想着怎么去去改变 然后我就马上说哎 sorry 嗯 yeah I wasting your time 然后我确实就是后来下完课我就发了信息给他 我说明天找一个时间我们再对一下词 他还是说哎 他说你记得吗 当时我们就说我们首先要把词顺好之后 我们才去排练 要不然排练没意 哦哦 对 我说是的 所以我下完课我就没有马上要求你跟我去排练 这样也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我会把词给百分之百的弄熟了之后 第二天我再跟你排练 OK 最后他同意了 然后明天上课的话就是我们这场新的最后一堂课 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课堂里面同时进行两场信 为什么这个不熟的话 也是因为我同时如果把时间平均分配的话 我可能两个都做不好 所以我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另外一场信 那场信的话确实我已经也很熟练了 所以昨天晚上基本上把词都顺得差不多 然后今天早上刚才又顺了好几遍 就我觉得词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怎么去最后一场演好 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好像我上回在芝加哥跟我分享的 我打Uber的一个事情 那个司机就是按照规定 一定要在那个就是没到的地方把我放下 如果以前的话我会很生气 我会用力的把他门一关然后走 然后给他差平 但现在我想想其实人家也没有错 然后你就接受吧 其实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不是说那种特别严重说针对你的事情 它是它也没有什么错的情况下 你还是要接受和转变一下看法 然后去享受接下来的过程 而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了你的练习和大家的关系 然后导致你其实最终你没有学到东西两败俱伤 或者说是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一个我认为是不是委屈求全吧 而是一种你要认识到你的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 而不把那个当时对你产生的刺激放大 然后我昨天上完课不是会开一下Uber回来吗 然后昨天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说我可不可以在我的那个乘客 后面那个座位上挂一个牌 我写好就是我是一个演员 但是我在初级阶段 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有兴趣跟我玩的话 我这里面有几场 那个几个剧本 很短的剧本 那个Sign Sight 你可以拿出来跟我对 然后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 你可以我们你可以跟我玩 就是因为这些Sign都是我练过的嘛 我上课练过的 所以我是OK的 我是背下来 而且是已经演过很多次的 所以的话只要他跟我对词就好了 因为毕竟他们多数坐在搭我的车的人 多数都是母语者为主嘛 那因为是在Santa Monica Hollywood and North Hollywood 多数都是啦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那我可以有一个native speaker跟我去对戏 然后也很轻松很放松嘛 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会很投入 或者说不是专业的演员 所以的话那我们就玩嘛 那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是听到了 有一个母语者跟我去对 然后我也在练习 然后也好玩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我当然不会拍到他们脸 我会录音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我录了音 或者说是怎么样放到YouTube上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录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当然我会写清楚 就是你愿意跟我玩 你就可以抽一张Sign跟我来对 如果你不愿意也没问题 你也可以 甚至我可以写一句话 就是说我是一个这么情况的一个演员 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现在连英语都说不好 那更何况去英语去演戏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是支持我还是劝我退出呢 如果你想劝我退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劝退我 看看我有没有我强有力的理由 来支持我去继续 就是跟他们有个互动嘛 因为现在我接的客人的话 有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岁数大一点的 他们基本上不会去听塞耳机 或者忙他的事情 他们就多数都很愿意去跟你聊天 但有时候没有太多话题 刚上车聊几分钟之后就不怎么聊了 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人是愿意聊的 但有些人是年轻人 他完全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在听音乐啊 塞着耳朵 塞着耳朵啊那种的话 我基本上就他是不愿意跟你聊天 或者说是可能他也没有想好 有什么切入点跟你聊天 或许有看到一个这个东西 反正我不用那么啰嗦的去要求他 我是什么什么说那么多 他只要看我这个说明就知道 这个司机是一个演员 然后他也不是母语者也正在学籍 那我就问了你学了多久了 也许这个话题就从由他们就开始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和不好的话 都给我一些建议在评论区给我一些留言 然后呢还有我的订阅现在是999个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我想你变成是推动我 把我推进千人 subscription 的一个贵人 谢谢你 点赞 关注 转发 谢谢 的 问题 广典 眼疗 不 I mean to get better